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若是你的工作环境 充满了不公义和罪恶 你会期待什么呢 可能是满心盼望老板 是一位公正无私的人 可以整顿一下 工作之常中的不公平的待遇 可能是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所造成的霸凌 或者丧失对下属的无理要求 若是你住在一个国家 若到处充满了罪恶 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度日 你可能就是希望 有公义的执行者来保护 国家的公权力能够伸张 而且可以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平 思想你生活在缅甸政府 独裁军队底下 每天饱受恐惧害怕 一不小心脑袋就搬家了 可能你最大的心愿 也就是希望有公正公义的民主政府来掌权 而诗篇72篇通常是被著名为所罗门的诗歌 认为是王室诗 很可能就是用于君王登基典礼时的诗 诗歌当中的导词充满了对王的期待 就是希望王能够有公义怜悯的心肠 不只是有公义的心智 更要积极的为人民的困苦伸张 那拯救那疲乏之人 打击那欺压人的势力 这样的王是百姓期待的 我们要了解 所罗门的父亲当王的时候 表现还不错 可是他有夺人之欺 犯下了奸淫 说谎 叫恕杀人的罪 所以当时的百姓 和王的权柄来论 百姓是无法撼动王的任何决定 他们只有祷告上帝 让上帝出手管理王 使王能够顺服上帝的提醒 而大卫王能够为儿子做的事情 除了为他准备盖圣殿的材料之外 为所罗门的祷告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他能够秉公行义 成为爱神爱人的好王 那我们现今的台湾基督徒 我们是否也应该为总统祷告呢 天文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提醒我们 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 平安无事度日 盼望我们不论遇到哪个政党执政 我们都应该为再上位掌权者祷告 使我们可以照神的话语过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